大家好,我是港珠 今集想和大家聊聊车经 不过不是一件好事 就是聊偷车 原来有个网站 他们问英国政府部门 拿出数据 去看看全英国不同地方 究竟有哪里 偷车的情况是最猖獗的 哪里可以说是偷车的热点 如果大家在英国是车主 可能都会想知道这些数据 除此之外 都会聊聊 究竟现在最流行的偷车方法是什么呢? 很多人可能听过 就是说有些叫 Catalytic Converter 吹化器 是经常被人偷的 但是似乎现在情况 有少少不同 根据数字显示 原来这一件事已经不是最多 匪徒尝试去偷车 或跟车有关的盗涉案相关的 究竟什么情况 什么的偷车 是最严重的 今次都会和大家聊聊 和说一下如何去防备这个问题 开始以前先买个广告 如果你未订阅我的频道 请你按订阅那个键 按下旁边的铃铃 一有新片就会立刻通知你 除了自己订阅 记得分享给你的朋友 多谢你的支持 那究竟这个偷车的 排行榜是 怎样得出来的呢? 这个排行榜 就是由个叫 GoCompare的公司 大家可能都听过 它这个网站 是会给大家 可以格价 比如说买保险 那些 上去一次过 可以查询很多供应商 他们要收多少钱 可以通过他们 去买保险 以及用其他的服务 他们就向英国的警方 36个不同的 大的警区 拿了一些数据 去看看 究竟在过去一年 2022年 有多少单 偷车事件 有报案的偷车事件 发生过 所以得出这个排行榜 他们就不只是看 偷车数字 因为一个地方 他本身人又不是多 偷车数字当然是少的 所以他们 另一个动作 就是向英国的政府部门 应该就是 运输署那边 拿了另外的数据 就是不同地方的 汽车登记 的数目 就是每个地方 有多少架登记 注册了的车辆 从而得出一个 per thousand的数字 人就叫千人率 这些应该叫千车率 就是当地 每一千架 已登记汽车 有发生过 多少单的 逗涉案 从中大家就可以知道 哪里是偷车最枪缺的 如果大家在看这个影像版的这一集节目 就会看到这里显示了头十名 究竟是哪里是最热门的偷车地点 大家数数 第一就是 第二就是 London Metropolitan 因为它是用警区来计算的 即是大伦敦的 警察 整个区域 第三就是 South Yorkshire 第四就是 Northumbria 这四个地方 全部的偷车率 以每一千部登记汽车的计算 都是超过10 即是两位数字 这个ratio 是最严重的四个地方 在所内的那些 已经是低于10 例如 Betfordshire West Yorkshire West Midlands Axix Logdenhamshire 还有 Merseyside 这十个地方 就是全英国最热门的偷车地点 如果大家是住在这十个地方 这些地方可能都要想一想 是否要加强一下 你们的汽车的保障 即是 那些防盗的做法 那些措施 是否应该做足一点 而这个排行榜 其实也有看到 最后面那些 1-36 即是36个警区 都有数字 如果大家想知道 全个list 可以上今集的节目 简介那里 找那条连结 就可以上去 GoCompare的网站 找到 排行是怎样 看看大家会不会住的地方 好幸好原来就在榜末 即是说 偷车率 最低的地方 这个网站 这次也是 顺带做了其他 和偷车有关的 统计 另一个 就是热门偷车 车款 这个 经常 有很多 传媒有报道 这个数字 是2022年 不是最新 不过都可以参考 2022年 头十大 最多人偷的车 的品牌 仍外是什么 第一就是 Ford的Fiesta 第二就是Volkswagen的Golf 第三就是Ford Focus 第四就是Honda 这里是没有包 没有分什么型号 总之是Honda 第五就是Voxer的Astra 第六就是Voxer的Corsa 第七 Land Rover的Range Rover 第八就是Range Rover Sport 第九就是Land Rover Discovery 第十就是 保马力 都是不分任何型号的 大家看到 如果以品牌来说 上榜最多的 当然是Ford Foxer 和Land Rover 这些都是最热门 可以这么说的 的品牌 而型号 我又觉得 是这么说的 虽然你看到 Fiesta 或者是 Golf Focus 是比较多人偷 但是 我想是因为 多人买 当你的基数大了 拥有这些车的人越多 这些车在英国的数目越多 很自然 被偷的机会 都会大一点 不一定是 很值钱 或者一定是 很受欢迎 很受刹人欢迎 可能只不过是因为 他们的数量多 但大家都可以有个参考 看这个列表 就知道 哪些车 可以说是 最受拆载 水清的 品牌和型号 接着来 我们看其他的数字 根据传媒报道 原来现在 偷车的趋势 是有少少改变的 可能大家都听过 以前 有很多人 都是中招 就是他们 车的 Catalytic Converter 就是那个 吹化器 尤其是是 比较旧款的 云能车 尤其是日本的 日本的品牌 很流行 他们的Catalytic Converter 安装在车底 很近的车尾 而且是外露出来的 很容易被人 戒了 找一些戒机 即时 一分钟之内 就可以戒了 整个 拆走了 里面 有一些 比较贵重的 贵金属 可以拿出去 卖钱的 据说 每个都可以 值成几百磅 所以 很多匪徒 半夜 走到街上 看看有哪个车 就有这些 就戒了 当然要防备 其实是有一个 装置 可以装上 就像一个 蓋 令到它 安装了 不容易被人戒走 就像一个罩 有这样的 大家 如果有駕駛这类型的车 都可以考虑一下 但是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字 这个就是来自 Admiral 这家公司 他们是 保险公司 做很多 汽车保险 家居保险 他们又做了 另一个数据统计 我发觉 以前 是很盛行的 偷这个吹化器 但现在 已经是差很远 原来 据说 2022年 这些数字 跌了76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 原来现在 已经不是 那么流行 去偷这个吹化器 反而 什么 跟偷车有关 最严重呢 就是偷车 整架车偷走 而且 是不需要 偷锁匙的 原来 现在 93% 被偷的车 在2022年 都是被人偷 而且 是没有 被人偷的车 不是说 车匙被人偷了 然后整辆车 被驾走 而根本上 匪徒 不需要 偷你的车匙 都可以 把你的车 整辆车 驾走 甚至 不需要 叫门 为什么 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最主要是 匪徒 带图 他们用了一些比较先进的科技 因为现在很多车 都是用电子感应的车匙 按键 开锁 但是这些车匙有一个缺点 就是 他们可以被人搜索 因为这些车匙本身 是用无线的功能 发放信号给车 有些匪徒在你的屋 如果看到前面有车 停在 就在你家的周围 尝试用一些 的掃描器 电子的掃描器 就掃描一下 因为如果你的车匙 刚好放在 一家屋的 近窗 近门 近共墙 附近 近外围 他们可以掃描 就可以偷了 这辆车匙的数据资料 就是他不需要整条车匙偷了 就可以即时复制了 然后就可以拿来 开你的车 车门 和踏车 都挺恐怖的 如果大家看一下这个影像版 这个画面里面看到 就是 Dainly Mail 这个报章 他们有一条 的影片 如果大家想看全条影片 可以回今集简介了 我会把连续放进去 你们可以看到 有戴图举起手 这有两个戴图 一个举起手 一个不知什么装置 在车主屋的门口 就好像走来走去 好像在掃描着 他就是掃描一下 会不会车主 把车匙放在家屋的外墙 和窗上 似乎他真的是 于是 这个刹人 用了这个掃描器 就掃描到 电子车匙 无线车匙 数据 编码 被他 copy了 然后就即时 可以用来 开 那辆车 于是 这架 没看错 应该是宝马 很不幸 这架宝马 就这样被人 车匙 完全 不需要 偷他的车匙 这架宝马 据说 价值25000磅 就这样被人 车匙 所以 如果大家 是有用这些 无线车匙 就要注意 有什么方法 可以防备 首先 在街上 很多店铺 都可以卖 汽车 专买店 用品专买店 也有的 就是防止人去搜索的 那些 车匙 车匙包 因为你会带出去的 车匙 如果你去餐厅吃东西 你拍下车 然后 无线的鎖了车 走进去 然后就吃东西 可能这些带徒 其实会看到你的动作 你的车 想偷 他就知道你用这些 无线车匙 就走过 你旁边 会不会暗中 就搜索了 你的车匙 编码 就可以出去 施施 驾走你的车 所以如果大家出街 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 将无线的车匙 就放进去 这些 这样的 装置 或者帐帐 因为他们是会有 隔除 那些无线 电信号 的装置 有些像我们在香港 经常听到一些 说不要被人 偷了你那些 感应卡 那些 帐帐 那些 防止人 探索你 帐帐 帐帐 类似 其实功能 一样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用这些 帐帐 而至于在家 一个好的建议 就是将车匙 摆入金属盒 因为这些金属盒 又可以阻隔到 这些无线信号 发出 令到带图 不可以 搜索 我记得我当天 去买 我现在 银的车 车房 提醒我 记得 找金属盒 入住车匙 不要放近窗 门 门 外墙 免得被人探索 就出事 所以我也是有做这个动作 我也是有放在金属盒 第二点的建议 当然就是用一些防盗装置 例如 车盘锁 会令到 刹人 高了难度 就算他真是 不知道为什么 可以探索到 入了车 多了个锁 令到他 难点 是可以 银走你的车 大家是绝对 应该值得考虑 去安装防盗装置 第三点 有些传媒访问专家 他们说的意见 就是 大家锁门的时候 记得小心点 很多人锁车门的时候 只是按一下 Single Lock 但原来这种锁法 只不过是令到车门 做了一次 Single Lock 如果有刹人打破玻璃 伸手就可以开到车门 但是如果你 连续按两下 锁车的时候 好处就是 它是Double Lock 即使 打破玻璃也好 它都不可以用手在里面 直接开车门 增加了它入车的难度 这个是会保障了 另一车 没有门业被人 擒进去 和没有门业被人 开走你的车 第四点的建议就是 大家如果要 在街上拍过夜 在街上拍 就要想清楚 看看那个地方 会不会是 灯光昏暗 比较 辟静 比较少人经过 会不会附近 有 有门业电视 如果你拍停车场 而有门业电视 当然好一点 如果你拍停车场 但发觉那个位置 是门业电视拍不到 可能会 濕制一点 所以大家 去选择地方 拍车 过夜时 都要留意 不过 这一点 我都看过不少报道 坦白说 通常这里偷车的人 都蒙面 戴着手套 基本上 没有什么可能 通过不漏电视 可以触到 所以这点 这么说 我们叫 防拆车 有好过没有 如果大家找一些 安全点的地方 拍车 永远都是好一点 但坦白说 事实上 你拍哪里都好 如果那里 比较窄 比较多 责人 很容易 会被人偷走 唯有装备好自己的车 防盗 才是最实际 最后一点 传媒的提议 就是说 如果大家 可以的话 可以在车里 安装一个 追踪装置 就是说 如果车被人 驾走了 基本上 都可以知道 车去了哪里 就跟回那个讯号 尝试找回车 希望找到 残垮的车 然后 拆件 尖没拆骨 就拿走 车 说到最后 其实 如果对这些 偷车案件 大家只能够 装备好自己的 自求多福 因为 根据 一个网站 他们做的统计 这个应该是一个车 车的公司 在他们网站发布的数据 就是说 原来 很多被人偷车 根本上是找不回的 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 找了2019 至2022年的 政府数据 也是问政府 取得的 原来 396,000个 有报案的 我们叫做偷车 的一些案件 只有6.7个 百分点 是捉到人 而且会告上法庭 大家想到 捉到告到的 都是6.7% 可以这么说 能够成功 回复到车的机会 只会更加低 所以 基本上 如果车真的不见了 可以说是 最好就是在车未出事前 做好装备 防备 令到自己 不会有损失 加强 防盗的意识 和装置 才是最理想的 防备方案 以上和大家分享了 英国的 偷车热门地点资讯 以及 一些 现在最流行的 偷车案件的 手法 和防备 希望大家 喜欢以上的分享 如果大家 真是 好不幸 如果这些个案 又或者是 你有识不识人 比如鄰居朋友 都被人偷个车 不妨在下面留言 分享一下 这些惨痛的经历 让大家同老人 各位香港人 都可以有个警惕 和参考作用 多谢你的收听 收听 记得 留言 赞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